終於在一家便利商店 讓我找到第30罐的鳳梨罐頭 就在5月1號的早晨 我開始明白一件事情 在阿妹的心目中 我跟這個鳳梨罐頭沒有什麼分別 有人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她卻不肯跟我一起去 有人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可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它卻不肯跟我一起去 跟我分享我的痛苦呢?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個紀錄呢? 那天晚上,我吃到所有的鳳梨 還好阿妹不喜歡吃榴槤 要不然我一定是完蛋 我好想去傾訴一下 阿妹可能已經睡著了 可是我不知道另外一個阿妹呢?